那么说句实在话 在我看来 我对于这位美国退役将领的这番表态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发现 即便是今天美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或许拜登团队将会顺利的执政 但是在美国内部仍然会有一股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 愿意将台湾视作一枚遏制中国大陆崛起的棋子 尤其是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台湾在军事防务的一系列领域 遏制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美国的退役将领的这番表态 恐怕也正是这种保守势力声音的一种最好的体现 那么第二点 我觉得从退役将领的这番话当中 我其实感受出了非常浓厚的所谓的焦虑的情绪 因为这些保守势力 即便是对中国具有强烈的敌意 但是他们也必须要承认 当前中国大陆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 当前两岸实力对比已经完全失衡 并且这种失衡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他们特别担心 这种实力失衡到某一天 中国大陆将会以散电般的速度 实现对台湾的相应的统一 因此他们内心当中有着非常强烈的焦虑感 而另外一方面 从这种强烈的焦虑感所延伸出来的 也就是未来在美国内部的这种保守派势力的主导之下 未来即便是拜登上台执政 美国内部的保守势力 也会极力的推动台美的相关的合作 尤其是军事防务的合作 进一步的深化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种动向 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 并且要想好相应的反制的措施 那么第三点在我看来 从这些人士的这种气急败坏的一种表态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 我们做对了事情 或者说我们一直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定的走下去 正所谓当我们的对手焦虑什么 恰恰证明我们做对了什么 我们的对手对我们的实力的强大 如此的焦虑 正说明了这些年来 我们坚持发展自己 坚持不断的强大自己 是解决台湾问题 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最终的途径 而我们要相信 即便是我们的对手再焦虑 那只要我们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 继续向前走的话 我相信离我们最终统一台湾 那一天并不遥远 摆